幽冥中 汪增齐 古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 道客传 很早很早以前 就有人提出过怀疑 认为夜半不是状钟的时候 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夜半不是状钟的时候呢 我的家乡就是夜半状钟 而且只有夜半状 半夜 子时 十二点 别的时候 白天还听不到钟声 木古晨钟 我们那里没有晨钟 只有夜半钟 这种钟叫做幽明钟 状钟的是成天寺 关于成天寺有一个传说 传说张世成在这里登基的 张世成是泰州人 泰州是我们的临线 史称他是盐贩出身 盐贩即贩丝盐的 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 卖盐的店称为官盐店 官盐税重 驾昂 于是有人贩卖私盐 卖私盐是犯法的事 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 要钱不要命 遇到积司的官兵 便要动武 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 被称为盐匪 瓦岗寨的程咬金 就犯过私盐 在苏北里下河一带 一提起私盐贩子或犯私盐的 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 张世成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源自正十三年 他从泰州起市 打到我的家乡高游 四年称成王 国号州 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 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 我们县的有名人物 最古的是秦王紫英 现在还有一条河 叫紫英河 以后隔了很多年 出了一个秦少游 再以后出了王念孙 王隐之父子 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 应该是张世成 可是我前几年回乡 翻看县制 关于张世成竟无一字记载 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世成的传说 张世成在成天寺登基 找人来写成天寺的贬 来了很多读书人 他们提起笔来 刚刚写了两笔 就叫张世成拉出去杀了 接连杀了好几个 旁边的人问他 为什么杀他们 张世成说 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 了是个了字 老子才当皇帝 就了了 日他妈妈的 后来来了个读书人 他先写了一个王字 再写了左边的横 勾 右边的撇点 再写上边的横折 然后一竖到底 张世成一看 大喜 连说 这就对了 先称王 左有文臣 右有武将 带上平天官 黄姬永固 一贯到底 赏 我小时多的小学 就在成天寺的旁边 每天都要经过成天寺 曾经细看过成天寺 山门的十克的匾额 发现上面的成字 仍是一般笔顺 合乎八法的成字 没有先称王 左文右武 带了皇冠 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世成 是不是在成天寺登的记 因为成天寺一点儿 也看不出 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成天寺在成北西边 哀进运河 成北的大寺 共有三座 一座善阴寺 妙产甚多 最为鲜明华丽 就是小说授戒里 写的名孩授戒的那座寺 一座是天王寺 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 天王寺佛是教圣 四西门外有一片空地 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 烧房子 则是我们乡特有的风俗 房子是纸扎电扎的 和真房子一样 只是小一些 也有几层几近 有堂屋卧室 房间里还有坐中 水烟袋 日常所需一应俱全 照例还有一个厚花园 里面种着花 房子立在空地上 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 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 天王寺的和尚 敲着脑补在房子边 念一通经 这一家的一个男丁 举火把房子烧了 于是这一座房子便归该宅的仙人 明中收用了 天王寺气象远不如 善阴寺 但房屋还整齐 因此常常驻兵 独有成天寺却相当残破了 寺是古寺 张世成在这里登基 虽不可靠 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 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 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 大殿里很昏暗 神堪浮暗都无光泽 触笔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 一点声音都没有 整座寺好像是空的 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 一缕碧酒 神色凄凉 不像善阴寺的和尚 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 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 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 他就只好撵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 有几百年了 夏天一地浓阴 冬天满街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 相当高大 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 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壮中的木柱 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 地藏菩萨戴着皮卢帽 家夫而坐 低眉闭目神色慈祥 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 灯光优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 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 一位是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救苦救难 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 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 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 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上根种子 他是地之神 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 因为这钟在半夜里状 叫幽明钟 是专门为难缠血崩而死的妇人而状的 不知道为什么 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住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 大概以为这样的死不是结的 最过最深 终生会给他们光明 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 好心的菩萨 他对于血崩的女鬼也格外慈悲的 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壮中的是一个老和尚 相貌清渠 高长寿穴 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 他就住在罗汉堂里 大钟东侧靠墙 有一张矮矮的蝉踏 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 这就是他的住处 白天他随躺粥饭 洒扫停除 半夜起来 梯亮的地藏菩萨前的油灯 就开始壮中 钟声是柔和的 忧远的 东 翁 翁 翁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 东 翁 翁 翁 一圈一圈的扩散开 就像头是雨水 水的圆纹一圈一圈的扩散 东 翁 翁 翁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 一个淡金色的光圈 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 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 翁翁翁 金色的光环 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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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声 东 翁 翁 翁 又一个金色的光环 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 此时 幽冥中的钟声飞出成天寺 东 翁 翁 翁 幽冥中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 他听到了钟声 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的更紧了 成天寺的钟 幽冥中 女性的钟 母亲的钟 1985年12月4日中午 飘雪 选自汪增奇 自选集 黎江出版社 1987 2085年12月4日中午